師傅 剛才揭露了一小玄機就是特朗普 特朗普又說加了關稅 300億的貨品加10% 當堂就嚇一跳 然後整個股市都削一削 師傅 其實以你的玄學的分析或者你的高見 其實我真的很想理解一下 純粹說2019年而已 今年下半年 香港和全球的經濟究竟是什麼填地呢 今年呢 2019年剩下半年 你說經濟方面不能夠太樂觀 簡單一點 如果直接要我說實體經濟已死 剩下虛擬經濟 那些所謂是虛擬的 比如說那些股美債那些 但是就這樣說 我比較擔心來年 反而我不是關心今年下半年剩下的時間 我反而擔心明年多過今年 因為我們計算到的所謂共業 什麼叫共業 由地運也好 由風水地運 由共業也好 有很多做生意朋友 很多上班的朋友 甚至乎做買賣的朋友 我們計算到呢 很多是2020年 明年 甘子年 都有事 譬如一個人運氣差就算了 如果有十個一百個被算到 哇 都是那一年有問題呢 那就要小心了 叫共業 對不對 OK 那我們要小心明年 明年呢 2020年呢 最需要有戒心的 就是呢 明年2020的夏天 2020年的夏天 那個美國經濟呢 我看就很不樂觀的 如果今天來計呢 我勸那些做生意朋友 盡量保守 你說要再投資 擴充 或者甚至什麼又要搬廠 盡量要小心 盡量保守 那麼今年 守得住來說呢 你都要密切留意 明年2020的夏天 那美國的經濟呢 會出問題 相對嚴重的 不是說小計事啊 那要小心咯 那麼我今年呢 要提早說 就不